我不想再罵你 我不想再笑你了 我也不想大家再笑你 你可不可以走 你可不可以退出 我拜託你 你講了自己這麼有錢 你要跑來浪 講了自己這麼不屑跟我同台 宣傳浪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我的肖像 這個人真的會讓人覺得 噁 噁 啊 他可能這麼有辦法這樣 很噁心欸 都不了了啦 我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這個人跑來浪呢 的確有讓我想要離開這個平台 但是畢竟我跟浪的合作呢 算是順利的 溝通非常順暢 讓我很別扭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人 跑來浪的時候 行銷的手法 行銷的內容 完全都是在依附在我身上 他就像 跟著我的椅子在跑 就很可憐 你現在全世界都在罵你了 你何必呢 紅柏操 就我真的會心疼你 你知道嗎 我已經有一點 對身心障礙者的那種同理心 那種情緒已經出來 我真的 我不想再罵你 我不想再笑你了 我也不想大家再笑你了 你可不可以走 你可不可以退出 我拜託你 你講了自己這麼有錢 你要跑來浪 講了自己這麼不屑跟我同台 宣傳浪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我的肖像 這個人真的會讓人覺得 噁噁 就是 雨色你知道嗎 就是 話會吐不出來 我是被子直播 去評論一個人的時候 從來沒有這種體驗 這個人真的讓我體會到了 這個人真的是智障 我可能這麼有辦法這樣 很噁心欸 那股噁心感真的是 你有一股身體很不舒服 很想要發洩 你突然可能生氣的時候 我受不了那種感覺 誰要打一拳 受不了了啦 我好不舒服 我真的好不舒服 等一下 就是有一點心計 從心臟慢慢延伸到 快要接近腦部 就是你會覺得 再一點你就受不了了 那種感覺 啊 啊 就是他怎麼有辦法連結到 我打了這個人 然後發生了事情之後 看一下自己的手錶 代表我沒有預謀犯案 如果是預謀犯案 我怎麼能帶一支 800萬的手錶 因為你的成就感 認同感 虛榮感 所有人認同你 這只有你有沒有錢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帶 對不對 你等一下不帶 人家的兄弟看你沒有呢 你要講了這個手錶800萬 你認為社會大眾 會怎麼看待你這個腦嗎 就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富二代而已 你到底有什麼好交章的 這個人就已經無腦到 認為自己講出來的所有話 都會被大家認同 不認同大家的都是網軍 反正我身邊的人都會認同我 他還有一段說什麼 哇劉偉健一定有買網軍啦 就是然後說什麼自己發誓 如果有買網軍的話 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發誓發什麼內容啦 但是我也可以發誓 你知道嗎 但是這種發誓都是屁 按照你的遊戲玩法啦 不然你這個弱智 可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劉偉健TOYS 在此發誓 如果我這輩子買過任何一則 網軍的言論 都怎麼樣才在他的世界 才會是毒師呢 我明天 明天 馬上 加上我媽 還有我三隻貓 還有小麒麵 全部 全部被撤 這夠毒了吧 然後我去找我 那我還想要來 也要說這次 便是 我來 Cape 那個人 我來 我們是 生事 所以我可以 爽